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盘前的期货的交易已经都平均上涨了两个巴仙以上 燃油的话已经涨了3.36个巴仙 原油的话是2.93个巴仙 汽油的话是2.86个巴仙 这盘前的话期货一个大仗 很多投资者也给我发信息 说是不是今天晚上标普500又要创3000了 确实呢 现在这个散户的力量能有这么强吗 到底谁在推动股价呢 很多人说是美联储在冲击 还有人说因为巴菲特只要疫情它没有消失 巴菲特不会让股票跌的 确实这都是原因 都是我们可以去这个解释的原因 但是实际上呢 确实现在有很多散户正在疯狂的进入股市 那么以前呢 像美股的股市的话 一般比方说一只股票如果是1000块钱的 你买一股要1000块钱 但是呢 如果你要是想去你只有300400美金这种小散户的话呢 你是没办法操作的 因为它不允许你买0.3股 0.几股 但是经过这个疫情呢 有很多机构它是可以让这些中小散户可以进入市场 这个呢是有一定的这个 就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但是我并不觉得这个 这些靠这些小散就可以把股票给推动起来 所以说呢 这个我们要谨慎的去看待啊 现在的话确实有很多 你说像巴菲特我们典型的这种 做多股市的一个 或者说在股票当中的 虽然我们说算number one的话 那么现在的话 巴菲特又是跟基本上所有人在持相反的一个方向 股市在上涨 然后呢 它在离场 那么我们又有一轮了 然后第二点呢 这个呢 也是我们最近比较 这个炒的比较热的 也是一直给大家去讲的 中概股撤离美股 昨天也给大家讲到过 在23号凌晨的时候 有32家公司 是一些实体经济的清单已经确定了 那么这个会对美股造成什么影响呢 很多人说老师 京东如果从美股撤离的话 那会对我有什么影响呢 对吗 那你说真的 如果京东从美股摘牌了 从美股这个撤离的话 那到底它会对这个美股会有什么影响呢 那么如果啊 不是那种违规操作的话 是正常的那种退市的话 咱们新加坡也有很多 一般是通过两个方式的 一个方式呢 是叫股票私有化 大家想什么叫股票私有化 大家应该比较明白啊 咱们新加坡的话 也有很多这样的 就是我们这个公司呢 会把这个股票 它会收回的股东 然后呢 会以一个价格 但是如果以这种私有化的形式 大家可以发现啊 基本上私有化的股票 在收购的那一刹那 股价基本上都是大涨的 都会有一个上涨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呢 是私有化 它为了快速的收回股票 然后第二种情况呢 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换股 什么叫做换股呢 就是比方说京东 因为我们要在香港上市了 那我在美股 我比方说有这个 1000股京东 那么你想啊 现在是40多块钱 50块钱 1000股是5万美金 那么换算成香港股的话 港股的话会换算多少 它会把给你换到港股上 当然呢 通常这种换股的话 为了稳定股价 你想京东 它为了稳定股价 或者说其他公司 为了稳定股价的话 它肯定不会让散户吃亏的 所以呢 如果是这两种方式的话 反倒是对我们有利的一个措施 当然也不排除有一些股票 本来很好 你看像那个Locking Coffee 那你看像很多的这些那个 好东方啊什么的 那种教育的机构 你看它出现财务造假 那这就另说 如果这种摘牌的话 那肯定是亏损的 对吧 所以说呢 最近的话 很多中概股呢 受这个摘牌的影响 现在都有一个急速下跌的过程 所以说 到底你说接下来会怎么走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自己能看得明白 你要看得明白 这个股票我到底要不要再持有 或者说呢 你看我这个股票是不是真的 公司是那种特别好的 如果真的是大公司的话 应该影响不太大 经过这种下跌以后 再一个收购 可能还会有一个推动股价上涨的一个 这个因素 所以呢 这个是给大家谈的这两点 大家现在比较关注的点 因为我每天都会有讲解 如果大家有什么特别感兴趣的话题 可以WhatsApp给我 然后呢 我就会在第二天的讲解当中 去给大家去讲 那么 昨天呢 给大家看了这个 周线上的这个四大指数 从Doujones 标普500 纳斯达克 还有RTY RAS有2000 那么今天呢 我们从日线上给大家去讲 首先我们看标普500 因为这个呢 是一个最敏感的一个指数啊 这个指数呢 我们你看啊 已经连续15天 三周的时间 它都在彩虹线上震荡 我们昨天看了周线上的话呢 它现在也是正好在蓝色线和白色线的一个 受到一个阻力位 然后呢 受到阻挡 所以在周线上 你看啊 标普500 它也是震荡的 那么同样 我们在日线上看 也是非常明显 打开这个HOMELY RIMBOW 然后呢 我们 你看啊 股价是正好反弹 正好rebound touch到这个 white line和blue lines 这个呢 又是非常强势的一个阻力 而且是长期的阻力位 呃 呃 在历来的话 这个情况 很少有这个标普500跌破白色线 基本上每一次白色线对它的支撑是非常强的 那么自从这个二三月份的下跌以后 跌破白色线 现在为止的话 还没有上穿白色线 所以呢 这个白色线的话 是一个很重要的阻力位 另外我们用黄金分割 这个 golden section 去给大家去画一下的话 在前一轮下跌 现在反弹 正好反弹的这个黄金分割的位置是 0.618的位置 而0.618一个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如果真的能把这个突破 那么我们有可能你看啊 基本上白色线就是3000点的位置 我们0.618的位置呢 是2940点的位置 那么如果突破的话 我们可以很 这个把它给定义位叫什么 就V型反转呀 那现在为止的话 白色线还是目前为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阻力位 这个呢 是标普500 然后呢 我们再看 这个其他的啊 比方说 Douglas 我们看一下啊 现在基本上所有的股票 它都是类似的 看 这个呢 是Douglas 我们看完以后 大家看啊 反弹 现在你看 在黄色线之上 然后呢 白色线之下 而这个白色线呢 对它起的作用是什么作用 白色线对它起的作用 是重要的一个阻力位 这个是重要的阻力位 所以你看 Douglas 现在重要的阻力位是25,150点 而上次收盘是收在 周五是收在24,465 那么这也就五六百点的一个空间 所以最近的话 基本上都在这个范围内震荡 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 那么如果啊 真的说股市能突破的话 我们要看的是什么 彩虹线这些能不能被突破 或者呢 我们你看啊 用黄金分割去测的话 你看Douglas是在什么位置呢 我们看一眼啊 我把从最低价 看它反弹了多少巴仙呢 正好是在0.50以上 现在呢 如果你看啊 0.618的位置 它和Douglas是和标普500是一样的 你看啊 都是在关键的这个位置的时候 关键的这个点位的时候 它有一个正好是0.618的位置 正好也是彩虹线的位置 你看啊 现在的话0.50 这是一个重要的支撑 那么这支撑也很强 你看下面有黄色线啊 彩虹线的黄色线的位置 结合着我们 这个 Golden Section 0.50的位置 这是一个重要的支撑 而0.618呢 结合着这个Blue Lines 这个呢 又是一个重要的阻力位 所以现在在这里震荡的情况 是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然后我们看纳斯达克啊 纳斯达克呢 大家看啊 它的话呢 现在是属于一个 完全出现这个反转的 因为从这个两周前 就给大家去讲过 它已经是一个反反转的一个形式 它已经突破了白色线 现在蓝色线白色线 都是对它的一个支撑 所以它的话和那两个指数 还不完全一样 因为它的话 现在你看啊 这一画 它已经在0.809之上 所以现在它的支撑 是在9200点左右 是它的支撑 那它阻力位在哪里呢 是前期的这个缺口的位置啊 这个缺口的话 应该是9530点 就是这天的这个最低价的位置 应该是9540点左右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阻力位 那么现在的话 你看啊 最低点 收盘是9324 它的阻力位是9500点 所以它的空间 现在呢 是200多点 离着阻力位 所以如果今天晚上 我们去可以看盘去看一下啊 能不能把这个缺口给突破呢 昨天有给大家去讲 在周线上一个大的缺口 那么同样在日线上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缺口啊 这就是我们现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缺口 需要去关注的 你看啊 我们画一个粉色 在这里 你看 缺口吗 昨天在周线上有给大家去讲 你看日线上也是有的 为什么前两天 你看啊 这个反弹 反弹到这个粉色线以后 它就开始下跌了呀 你看 但是现在呢 又受到0.809这个位置的一个支撑 受到这个支撑 所以它跌下来的可能性也不太大 所以你看啊 今天因为期货都在上涨 很多人预计今天晚上会上涨 但是大家要注意这个缺口的这个阻力位啊 这是纳斯达克的 然后呢 RASIO 2000 我们记得昨天晚上有给他 昨天讲课给大家去讲 RASIO 2000的话 在周线上离着彩虹线的话 还有一定的距离 有几百点的距离 那么我们从日线上短期来看 你看啊 它的话呢 也是确实现在的话 上周的它的波动幅度在15% 它上涨的空间是比较大的 那么它现在离着彩虹线来 蓝色线也是越来越近 那么你看啊 所以蓝色线如果是重要阻力位的话 周五的时候收在1355点 那么这个蓝色线的位置是多少呢 是1390点 所以它的空间也是非常有限的 从技术指标我们来看的话呢 现在基本上都是处于一个重要的支撑和阻力位的 但是呢 而且很多大的资金也都在离场 但是股市是一路在上涨的 你看啊 现在在什么位置 RASIO 2000也是现在正好超过0.50的位置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关键的 那它的重要的你看阻力位0.618的位置 其实也是和蓝色线有点凝结的位置啊 这个凝结 我们去看 你看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不也是吗 1400点左右 所以RASIO 2000的话呢 是这个 这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几个点位啊 还是重申我们的观点 当然大家可以去 这个比方说你说现在行情因为上涨 我怕踩空我去操作是可以的 因为毕竟现在有很多散户都在投资 但是呢 如果为了安全起见 尽量不要去追高 你要追的话 你当天买当天卖 就做那种快进快出的 然后呢 还有一点就是 如果卖空的话 大家一定要谨慎 你发现了 因为现在都属于上升趋势 都是属于上涨的 至少是上涨的波段 那么上涨的 我们从卖空的话 是不能卖这个上涨趋势的 因为之所以 为什么要有出现这个卖空呢 那我们也是说 卖空因为follow the trend 当趋势下降的时候 我去卖空 而不能说我上涨走 结束了 我就要去卖空 那上涨结束了 上升趋势 它有可能只是一个correction 那correction短期的这个预测 两三天的行情 没有谁可以去精准预测的 所以呢 当卖空的话 因为我们讲卖出要果断 或者说叫什么 卖点要精确 所以说呢 你在上升趋势去把握 它是有风险存在的 而我一直的观点是什么 看不明白的话 我们就不要去操作 只要保证资金安全 市场机会永远有 就像我们说的 华尔街永远有明天 好吧 然后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讲解 然后谢谢大家收听 然后我们明天再见